台北市总人口数出破了250万人 因此台北市政府必须要增加第三位副市长 如今存出可能的人选呢 包括了前议员王浩之外 现任议员王馨宜还有秦桧珠也是人选之一 只不过如果真由这现任议员来接任副市长 再加上有许多议员准备要来出战立委选战 届时国民党团在台北市议会的席次将会递解 恐怕也会因此冲击到市政 所有内户区的各位理想 大家好 台北市长蒋万安与里长的一对一座谈 这回来到了内湖 当然内湖交通是重中之重 就有里长提出应该要重建港前桥 还要在G16号水门增建一座新桥来舒缓滥象 确实这已经纳入评估 当然在施工上面 我们必须有一些要克服的困难 但是我们会积极地来了解跟整体的评估 内科产业吸引大批市民前往就业 不过或许是因为政策利多 让台北市人口已经达到250万 意思就是市府得增加第三位副市长 而传出前议员王浩 与议员王兴宜 秦桧珠都是可能人选 目前只是传闻 所以对于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也没有所谓意愿考量的问题 我们就是尊重市府的考量 只是议会舆论就传出王兴宜 接任的几率是最高 但如今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 包括张思刚 游淑慧 李燕秀 还有许晓星等人 统统都要出战立委 若再少了一位现任议员 国民党的席次恐怕会直速下降 难保不会冲击市政推行 第三位副市长 我们其实都在整体的评估 跟整体的考量阶段 我想最重要我们目前 对于相关的细节 还有法制面的作业 都会在跟内政部沟通 认为这个是非常不恰当 因为我们刚刚这一届的议员 现在就任才半年而已 我认为对不起各个选区的 这个选民 台北市人口数上升是好事 但谁来接任第三位副市长要职 却可能让蒋万安 深陷在野的炮火之中 记者数据夏军臣SNG角组采访报道